Hello 我是師傅仔 今天我想用Fusion360來畫這個架 我們會做這個架的模特兒 然後我們會用一個模特兒去推出一個工程的畫面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整體和整體的畫面 接著去片 我們開了Fusion360 我們有一個Canvas 另外我放了我剛才的圖片在這裡 我給我對處可以做的東西舒服一點 另外我這個Project會用Metrics來做的 我們看看Document Settings 它用MM就可以了 好 首先我們去Sketch Create Sketch 我們用這個Plane 我們先畫了打橫這塊 因為打橫這塊其實四塊是一樣的 我們畫一塊就夠了 我們Create一個Rectangle 我們先畫一塊 看看Dimension Dimension我大約會做360mm 即是36cm 另外這個Depth我做80mm OK 我就做了一個很基本的Rectangle 好了 再跟著我就要做一些筍位 我們給它之後的東西 就是那些筍位 那麼多 拿回之前的Reference 那個Depth 之後我們再交回Dimension 好了搞定 我們用一個Modifier 叫做Trim 好了 Trim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給Dimension 這裡我想我會給20mm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多數目都是1.5cm 所以我會給15mm 這個筍我會給80 因為我想每一個格子 這裡每一個格子都是80x80 不是80 好了 到第二個筍了 drag它出來 Clear Click 其實這裡它會叫你給一個Dimension 但是我們可以叫它Reference 去之前有的Dimension 就這樣按一下 它這個Dimension 就會放在這裡 Dynamically 如果我們要改的時候 譬如我這裡改20mm 它這裡也會跟著改20mm 所以我們很方便可以改一次 這個數字 就全部幫我們改完 那我們繼續 這個83 一樣 我Reference 這個 這個位置 Reference 這個 Reference 最開頭的 這個位置 因為我之前我已經給了一個Dimension 它減掉所有數字 的時候 這裡是Fix了 所以我們要Delete 這個360 然後我就可以給一個Dimension OK 那現在我們看回那個Food 其實是340 即是34cm OK啦 34cm 就34cm Close 好了 我們做回筍位 因為這個打橫這一塊 和打直這一塊 的Depth有出入的 會少1cm 如果少1cm 即是70mm 70mm的筍位 就等於 除半 就是35了 其實這些Dimension 是自己設計的 而已 要多少呢 就可以自己設計的 OK Finish 那我就 Extrude 它 每塊膜 大約是15mm OK 那我就把Material 給它 更漂亮 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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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就 Save Ctrl S Save 這個叫Horizontal OK 這裡呢 就在Save 再弄成Vertical 其實如果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不需要有Open 一個Schedule 我把這個 改了去 那就可以了 Save as Save as Vertical 我們這裡有一個Vertical 我們把這個Dimension 改了就可以了 我們去 第一個Operation 我們的Schedule 按右按摩 然後我們去Edit 我們就去到這個Schedule 剛才說 這裡是70 我們改回它70 這樣就搞定了 我們去Save 我們有兩塊 一塊是Horizontal 一塊是Vertical 我們先做了Assembly 之後再做一張 Engineering Drawing 如果我們做Assembly的時候 我們要去New 一個New Design 首先呢 我們要Save as Save了一個File出來 是Gut的 它才可以Drag and Drop 到這個Canvas 那我就 Horizontal 放下去 OK 每一次放東西 都要大等 因為Fusion360 全部都是Cloud-based 我們選了這個Horizontal Ctrl-C,Ctrl-V Duplicate 一次 這樣就拉高一點 OK 那我們這個動作 就做四次 好 接著我們丟到Vertical 好 Vertical就有少少不同了 Rotate它先 一開始 Rotate 90度 接著 Rotate這個 在這個Canvas 上面是Y-axis 我們就要Rotate Rotate Right-axis 180度 我們把這個筍位 切到這個筍位 我們就可以用Assembly J-axis 或者我多數用J J 選擇第一個 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它有圓形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就去這個位置 它有幾個位置 可以選擇 我們會選擇中間 這樣J-axis 就做了 那就做四次這件事 好 我們都加入了 接著我們就要 Duplicate 這個Vertical J-axis 接著我們三個 去他們 Appropriate的 Position 我們就完成了 OK J-axis 我們可以 關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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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我們就做了一個 Assembly 去回 Vertical 這個 我們要做一張C工圖 即是都要做 給Horizontal 那個Plane 但是我做一個 我們去這個Design Drawing 從Design 我們就選擇一個 Standard 我現在Standard A3 OK 其實Default 都OK 就看看你 那張C工圖 那張紙 要有幾大張 我現在一開始 就有一個Base View 我可以擺 我的Base 但我又不想用這個Viewer 不想用Front Viewer 我想用Top View 對 這麼大 現在1比5 我想大一點 OK 還要解決 都是Default 就是Default 之後我們就去這個 Project View 我們按一下 然後拉過來 就可以 可以將不同的Field 出來 從Base View 按下 這樣 從這個位置 就給Dimension 你可以在這裡 給Lanear Dimension 或是這個 要自動的 Lanear Dimension 就安全一點 那我就一路把Dimension都交給 那把Dimension 最重要是師傅看得明白 但因為我自己做的時候 我用我自己看得明白的方法來做 那就可以了 因為好像比Dimension的時候 小時候讀書就學過話 都頗有規矩的 那或者你又可以用第二個方法給Dimension 第二個Presentation就是 最後是給一個大的Dimension 等師傅可以一次過切這個Pulse 出來的時候 可以知道整塊東西應該切多少 就是這樣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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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 Drawing就是這樣出來了 這個Assembly 這個Assembly Fill 都可以出一張圖 Design Drawing 從Design 一樣 跟剛才 好 出來了 那我們可以給它一個 Build of Material 給它一個Table 因為沒有什麼Description 我們可以 不要這個Description OK 那它有 你可以放Balloon Default 都設定了給你的 1 這個 也是給師傅看的 其實 有4個 4個 我們可以加Balloon 加Balloon 都好像很有規矩 我記得 好像 不是說 一定要加完 如果它有 Jet Quality 加4 就不一定要加完 但是 我已經忘記了 哈哈 就是這樣 其實 Fusion 360 真的很好玩 有時候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 自己喜歡做的架子 自己出圖 如果自己有Studio 的話可以自己 下手下腳做 那 是一個 不錯的Software 記得Subscribe我 下次見 拜拜